這條題目是幫大家中誤的M2的同學去溫習的 Implicit Function 引咸數 經常都會問D 問D,Y,D,X 留意這些功能 說的是Implicit Function 引咸數 都比較深一點 因為你要用Train rule 你用Train rule 應該D,With respect to X 但當它有Y,又有X同時發生 我就不建議大家 是With respect to X 怎樣做是最準確的 最容易做對的這條數 反而我們是做它 整個D1D 不過是With respect to Y With respect to Y 為甚麼呢 因為左手邊這些數 D是不難的 照抄 D又不難的 就照抄cosY 這個就比較麻煩 這個你要幻想成 它是補回X在這兩個位置 其實你就用了Train rule 這個其實就是2X 就是2X 再乘成D,Y,D,X 而這個就照抄 左手邊 所以換言之這個調過去 即是答案這個除過來 就塗了它 上下顛倒 上下顛倒 你就可以出到 D,Y,D,X 就是2X除Y 減cosY 這個方法 就比較有效 去處理這個implicit function 因為比較容易 令同學做對的數 OK 另外呢 我想說 多講兩條 譬如我這裡 隨便抽32 好嗎 32就 X2次-Y2次 等於D Y加3 現在一樣 問你的D,Y,D,X是什麼 我們跟剛才一樣 你可以怎樣去理解 D去 不過WithRespect to Y D去WithRespect to Y 那你就出到這個 這個 照抄 減 這個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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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你不懂 那這個呢 就D去 補回一個X 那這個你就用TrainWu 這個就是2Y 就等於EY 再加0 這個就是2X 乘回DX DY 那跟著你這個呢 就調過去 就加E 2X 2X調過去 就除2X 跟著一樣 上下頂到 所以DY DX 就是2X 除EY 加2 那你就可以這樣 試一下這樣做 好 再 再 做多一條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條心 給大家看看 那 那 這個Revision Exercise 呢 剛才我揭過了 譬如給個 22條 Lateral Lock Lateral Lock 來的 還有這些 secant 那些 那 譬如我22條 Lateral Lock Y2次 減3Y 等於X2次 那 D這些呢 你也是 那 那 你就可以做到 什麼呢 這個就變成 就是 補回個X 給他 那 這個就是 2X DX DY 跟剛才 一樣 那 而這個呢 就是 你是變成 1 OF 這個數 就是 Y2次 減3Y 不過 你現在要 DF 那個 餡 就是 Y2次 減3Y 換言之 2Y-3 在上面 而下面 就是 Y2-3Y 差不多做完了 2X 搬過來 2Y-3 除2X 乘 Y2-3Y 然後 上下 顛倒 那 你就可以得到 DY DX 就照差一次 就是 2X Y2次 減3Y 除 2Y-3 OK 那你就出到 一樣答案 好 怕大家不懂 再做到 最後一條 這條 D Side X 加 cos Y 等於 1 D 與 X 不要 與 與 Y OK 就是 D 與 respect Y 你就可以得到 D Side X 補個 X D X D Y 再加Dcos Y 等於 0 可以嗎 這個就是cos 來的 這個就是 問的 Dcos 就是 負Side Y Y 來的 這個 就是 Side Y Cos X Side Y 除 Cos Sid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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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除 Side Y OK 那 我怎樣要這樣做呢 如果 你用輸的做法 通常 它會建議 你 With respect X 去D 直接 這樣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D這個 你就很容易 是cos X 但是 D這個 很神奇 D 很多人都在負Side Y 接著 D 漏了一個東西 就是要補回 D Y DX 那 我做的動作 其實跟這裏差不多 大同小異 不過 就是 不知為何 總是 With respect to X 那些同學 很多時候 不記得這個 但是 With respect to Y 很多時候 反而記得舊東西 這裏都是 經驗之談 那 太長了 這段影片 不說太多了